说到OSD女王,你会想到谁呢? 我觉得影视剧和影视剧歌曲绝对是相辅相成 你用一首歌曲而去追一部剧或是一部电影 也有可能你用一部电影或是一部剧而爱上一首歌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女歌手都演绎过OSD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几位女歌手绝对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她们在OSD界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听到这个旋律 小时代的都市繁华与姐妹情深的画面是否立即浮现 从坏了女生到成疯狂的姐姐 玉可威甜美的嗓音绝对疗愈了不少人 而这把甜嗓也为多部女世纪作品注入了灵魂 玉可威的其中两首代表作《指望和暖心》 就是电视剧《吸引人气》的插曲 相信玉可威也凭着这两首歌曲打开了更广的知名度 后来的多部热播剧如《古剑奇弹》《活色生香》 《青秋波穿梭》《半腰清晨》《青云智》 《山深山智十里桃花》《夏之未至最玲珑》 《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等等 到2023年的《温暖的甜蜜的不完美受害人》 《长相思》等等都能听到玉可威的歌声出现其中 所以可威近些年最近强烈的影视剧歌曲 应该就是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 这首歌曲一种有种平静心灵的感觉 温馨又舒服的取风 加上剧集里云南美丽的画面 机器人们想出走旅行的心 除了独唱歌曲 《玉可威》和胡夏为电视剧 《知否知否应试绿肥红手》 演唱的主题曲《知否知否》 用理性造的词进行改编 古词之美加上动听的旋律 在胡夏和玉可威高水准的演绎下 不但会聚集加了不少分 扬州歌曲打受欢迎 另外他与林又嘉合唱的追寻少年的光 是聚集《流淌的美好时光》主题曲 两把极具特色的嗓音交替合唱 和谐中带着满满的浪漫情怀 是一首越听越有味道的歌曲 在电影歌曲方面 除了刚刚提及的小时代歌曲《时间足余》 《玉可威》为电影《十年一品温如言》 专演唱的《十年如燕》也很好听 听到这熟悉的前奏 是否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电影《消失的他》中出现了龙 绝对是张碧晨近亲不容故事的代表作品 自《中国好声音夺关》后 张碧晨就不断带给我们动听的作品 当中也包括了不少的影视剧歌曲 花千古插曲《年轮》 周深如故的主题曲《如故》 长颗型的片头主题曲《光的方向》 都是张碧晨炙手可热的代表作 不仅如此 电视剧《青年一生》 《青云志》《微微一笑很清晨》 《烈火如歌》《扶摇》 《胡诸夫人》《请君》 《爱的八二八定律》 《偷偷藏不住》等等 这些获得不少关注的剧集 都有张碧晨歌声的陪伴 张碧晨又有多首超赞能影视剧合唱歌曲 当中最广告人知的《绝对适合杨真卫》合唱 《三生三世词与陶瓦》的片尾曲《凉凉》 唱入星坎的歌声 加上素素和乐华三生三世的虐恋 倒进了这部剧的《苍苍与七梅》 近期他和妈不易合唱了《长月经营》片尾曲《黑夜光》 《神仙OSD》双人组的神仙超大 让人百听不厌 在电影《原生代》方面 张碧晨又有多不知名电影现场 除了近期引起震轰动而消失的他 还包括了《哪家之魔童将士》 《电望春》 《如果声音不记得》 《今天就云》 还有最近刚刚上映的《再见李可乐》 从《超级女生》开始 张亮颖的歌声就一直备受好评 他能演唱《蓬勃大气》的歌曲 也能演唱《细腻的情歌》 将来因为电影演唱了许多歌曲 而且多首歌曲都大受欢迎 传唱度极广 当中就包括了《夜宴》的片尾曲 《我用所有报答爱》 《所有报答爱》 画皮主题曲《画星》 不仅如此 他也会多部大制作电影如《花木兰》 《功夫之王》 《何以生肖默》 《爱情进化论》 《国家之宝》 《长城》 《3334十里桃花》 《神探浦松林》 《长津湖》等等现场 近期他也会迪斯尼100周年纪念电影 《新院》演唱中文同名主题曲 剧集方面 张亮颖曾经在电视剧《神雕侠礼》中 展现他浑然天成的海豚鹰 一首天下无双 让人回味无穷 此外他为电视剧《Darman》 结婚把演唱的片尾曲《终于等到你》 也获得了极佳的评价 不仅如此 甚至多部大热电视剧如《醉玲龙》 《四美人》《江夜》《陈锡园》《陈锡园》《陈锑无血》 《到今期的长风度》《西出玉门》《宁安如梦》等等 都能听到张亮颖的歌声 我对张亮颖印象最深刻的影视剧歌曲 就是她为聚集《武则天》所演唱的两首歌曲 《无自卑》和《感慰天下线》 歌曲中细腻的刻画了女主对感情和苍生之情 也感受到了她在权力之巅的彷徨与无奈 最后我们来聊聊影视剧OSD的后期之秀《陈锡园》 从中国好声音开始就见识到了陈锡园超级出众的唱功 还有她歌曲的表达与歌词的叙述能力 这也奠定了她之后演唱影视剧歌曲的实力保证 一手续写 完美地表达了一生一世男女情感的纠葛 一首《心汉灿烂》 展现了家国情话中无路可逃又甜又孽的情感之路 至今为止 《三一春》已经为多部影视剧现场 包括电视剧《斗罗大陆》 《三题》《七世吉祥》还有近期刚刚开播的《我们的翻译官》等等 电影歌曲方面则由《非诚勿扰3》 《一伞一伞亮晶晶》等精彩演唱 除此之外 《三一春》也为迪士尼电影《小美人鱼》进行配唱 自身的超强实力 加上源于不绝的资源 《三一春》未来客气 除了以上提及的四位歌手 袁亚维 余文文 刘希君等等 都有非常出彩的影视剧歌曲代表作 不知道你心目中的OST女王又是谁呢?